29岁杨子直播影关注 天生法令文明显 刘涛当年没说错 有比她更早成为女主角的 她的优势并不大 克拉恋人火了 她饰演的高文也成了千颂一 后来凤九的角色也是一炮而红 成为了真正的巅峰 而她出名的方式却是另外一个人 杨子 杨子的人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她的幸运 她的长辈愿意帮助她 但她的能力和她多年的谦虚 却是无庸置疑的 这也是她在圈子里的人气和人气 现在已经快30岁了 杨子在29岁的时候就拍完了长相思 现在她出现在了直播间 杨子的状态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天然的法令文无法擦掉 杨子的秀发造型简单 特别凸显了她的眼睛 与贝雷帽的造型不同 更多的是注重整体的妆容 这一次 杨子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主要是化妆 她的头发只绊扎着 脸上的妆容也不是很鲜艳 但是眼睛上的眼影 却是粉红色的 看起来很年轻漂亮 简单而又不失优雅 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她脸上的皱纹了 如果化妆和头发都很好的话 这条皱纹 让杨子在直播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 稍微有点眼力近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并不是因为劳累 而是因为她本身就有的 她也很郁闷 在动态上叹了口气 杨子感叹 脸上的皱纹很难去掉 刘涛称赞她的天然美 漂亮的女人有缺点 却很有辨识度 五年前 杨子在微博上 发表了一条关于如何去除法令文的微博 她的微博发出去不到十分钟 就有了回应 不需要太过完美 只是一个演员的一些瑕疵 就能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 大家对杨子有什么看法